愛家愛戶跟鄉親爭取支持 還有民眾從家裡開窗 幫忙加油打氣 因為民進黨立委參選人 吳佩毅選情相當緊繃 中正萬華撒喀都 吳佩毅勤跑基層 民調從原本五五波 到現在微服領先對手 選情見趨穩定 但民進黨其他選區 就無法樂觀 上週六賴清德連跑三個激戰區 像是基隆 鄭文庭 宜蘭 陳俊宇 新北中和吳針等新人接棒區 選情落後中 但都有逐漸回穩跡象 而賴嫩瑜也還在激戰中 週日賴清德更是集中火力 輔選中張頭 因為中臺灣現有時期 最慘恐減半 補選上的林靜穎跟蔡培惠 面對藍大與綠的基本盤 沒有樂觀本錢 拼連任的莊敬成 以及接棒的江兆國 都是大力輔選區 就連南臺灣的高雄 接棒劉士方的李博毅 跟國民黨對手 也還是五五波 而港湖高架於 臺東賴昆成 因為範例分裂岌岌可危 全臺超過十二個選區有危機 最可怕的一點 就是國民黨在南投是藍大與綠 這是事實 它的組織很綿密 蔡培會真的很會做事 但是真的是不會選舉 過去大家不做了 我就爭取了一萬一億一千萬 在南投打拼 立委選戰民調告急 綠營大咖出馬 集中火力輔選 力挽狂瀾有危機選區 三雄網程又有部台北參謀島